主料,小麦面粉195克,主量,蛋黄两个,黄油80克,细砂糖70克,黑芝麻30克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争量好材料,分别装好备用,黄油软化以后,加入细砂糖,用打蛋器打发,直到体积蓬松,颜色略变前,依次加入两个蛋黄,并用打蛋器搅打均匀, 每次都要等蛋黄和黄油完全混合均匀,再加入下一个蛋黄,搅打后的黄油应该成浓稠,蓬松的状态,小麦面粉倒入打发好的黄油中,把面粉和黄油混合均匀,倒入黑芝麻,并搅拌均匀,揉成一颗均匀的面团,把面团放在案板上压扁,用擀面杖擀成后约一厘米的面片,用刀切去四周不规整的部分,将面片修整成长方形, 并用刀切成大小,约4.5厘米星3厘米的小长方形,将小长方形面团排入烤盘,并在表面刷上一层打散的蛋黄液,把烤盘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上下火190度,烤18分钟左右,直到表面金黄色,出炉一致往下上放凉,烹饪技巧,黄油要提早取出来是温软化, 2.也可以加入一些白芝麻,芝麻事先用多爆炒一下,增加其香味,形状根据自己喜欢的而定就OK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